二子 农村小子为了养家糊口进城卖菜 整日与葱姜蒜为伍的小菜饭 农民之子二子是一个拥有梦想却不付出努力的人 他带着漂亮老婆和可爱女儿离开了家乡 放弃了家中的一亩三分地到大城市打拼 一直做着一个买房买车买房车的梦 但是呢生活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开葱摊的他因为经营不善 每个月都入不敷出 娘俩就跟着他一起过着苦日子 一日他为了给女儿买生日礼物 二子和同村的兄弟到一户农家偷盗被捕入狱 行买释放的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发现老婆已经带着女儿不知去向 于是陷入了深深的回忆 原来那么多年来他干了很多荒唐的事 在工地上偷电缆 在玉米地里偷玉米 带着挫外感 夜店门口姐女师还被仙人跳 你能带着我回家吗 我对不起 母女俩跟着她过了不少的苦日子 于是她决定发愤图强 把老婆和女儿接回来 踏踏实实工作的她 一天意外地收到了老家宅基地拆迁的补偿款 带着梦想 她首先买了一辆奔驰出面子 并带着当年仙人跳她的女骗子 作为财务助理一同和吕老板 带着同村的兄弟们搞工程 黑心的吕老板居然是一个骗子 带着女骗子一起骗二子钱 还拉拢了她最好的兄弟铁锤 发现了这个秘密的二子 带着工友们找吕老板要钱 在泄斗中 二子刚要被一棍子敲死的时候 二子老婆及时出现 一记铁头弓救下了二子 另外一边呢 吕老板的太太发现吕老板和女骗子有染 将公司的所有钱打到了国外的账户 二子钱一同全部被骗光 再经历了贫穷富贵 又重新跌入贫穷的二子 明白了生活的真正定义 原来老婆孩子热炕头 就是真正的生活 从此以后带着老婆 开着奔驰卖起了大葱 从此就过上了 踏实安稳的生活